蔚蓝的天空及海岸 位于地中海的观光大国土耳其景致优美 深受国际旅客喜爱 但受到疫情影响 2020年的观光客人数较前一年锐减七成 今年四五月 土耳其政府实施17天全面性防疫封锁 加上疫苗接种率渐渐普及 土国境内每10万人口一周确诊数 从4月中将近500人 到5月21号的89人 防疫成效显著 土耳其文化旅游部表示 6月起将以渐进方式恢复常态 并加速疫苗接种工作 期望今年夏天旅游景气临去年好 土耳其政府 国家庭福音室的目标是 会吸引游客安心到访 土耳其去年推动安心旅游认证计划 通过认证的机场 飞机 运输车辆 住宿设施和餐厅获格发标章 今年也将继续推动这项计划 认证标准将更为严格 2019年 土耳其曾吸引 5200万观光客创下记录 土国政府表示 疫情大流行之后 他们将重新出发 若疫情能在2022年全面获得掌控 届时旅游业势必再闯高峰 主要设计者和红炉安塔利亚报道